这是一个脚上的定时 对吧 白起斑 黑起肯定断 白起打一个 这走出去 这考验考验 黑起行的感觉怎么样 那么现在呢 黑起呢 这是很容易看到的 这么打一个 白起打一个 黑起活了 找到黑白起这一家 这两起不能死啊 这就冲 挡上 还是能这样傻乎乎的蹦三角往外冲 扳上 打一个 白起很想说一声谢谢 为什么 把白起的形状下成非常漂亮 黑起还在打一个 白起藏一个 黑起还在街上下成什么呢 鱼形的方块 再这么压两下 把这个子吃掉 这个形状 黑起大溃了 那么 白起应该怎么下 这个起 黑起应该怎么下呢 如果你 知道形状的 裂性不大好的话 那么你就这么打一个是对的 再这么穿下来 造成 白起两遍 黑起中间穿下来 这是白起形状 不是很好的呀 这一核 白起这里还要补一个 为什么还补一个呢 不补乎的话 黑起一拐 白起这个斑 黑起立 白起这条街 黑起再扑进去 这里还在打街 那么这样它补一个呢 这黑起 这完全可以下 是吧 难道 这个打过来 再穿下来 造成这种裂形的样子 这是 下起里面 一直要考虑的 一种下法 现在看上去 这两个 三个黑子 有点苦 但是呢 黑起掌握了这种 裂形的下法 就这么打过来 这四个吃一个太高兴了 它假如肠呢 在这冲出去 它一个不能使 两根不能使 再走 这个怎么样 再冲出去 这时候 白起发现 这个起反而受包围了 现在再冲 来不及了 这里打一个 在这里打一个 再提掉 在这一包 黑起把白起吃了 这个打过来 这个裤穿出去 像一把刀一样 把白起怎么样 一方两 这是把对方起怎么样 下成裂形 对方自己不愿意下 但是你要叫他下成这个 是吧 对方不愿意下成鱼 鱼形 你要想办法 叫对方下成鱼形 这就是双方 行的争夺 我们现在这里的鱼呢 这三个黑子 需要处理 白起这三个子呢 需要处理 那么这就形成对弓了 可是呢 黑起这个搬一个 白起 那是肯定断的 黑起再这么打一个 白起藏出来 再这下去 它挡下来 再走这个 它假如把这个吃了 那你打这个 它提掉 再这么打一个 白起的样子 已经够难看的了 再把这个断碟补上 这里能断 这里能过 黑起就 这一过去 它就处理好了 那就你一个人处理吧 这脚还没拿到呢 一虎这个脚不知道谁的 是吧 所以呢 这个打很漂亮的棋 你假如走这个 那它顺手一打 你提掉 这一拐 黑起连起来了 那么现在这三个子 什么样 已经 失去任何 价值的棋了 就你单方逃命了 黑起全连起来了 所以这个形状打 这个穿下来 这种机在 实战中是经常能用到的 像这样的 黑起往外逃 白起也往外逃 这很正常 但是呢 黑起先搬你一个 让它拐一个 在这冲出去 它再走这个 再顺手冲出去 这是一个很好的 下棋的步调 是吧 造成 黑白起裂开来的样子 但它也不敢断你 它只要打你 你接上 那你的样子很好 它舒服 拐过来怎么样 这个棋 反而受攻了 是吧 所以呢 这个棋 你假如单走这个 它走这个 那你逃命 它先逃 有了这个一走呢 你还是先走 所以这一般 这个步调非常好 是吧 中间这个穿出去 好舒服 它不能走这 走这一段 它肯定它死 是吧 所以呢 把对方的棋 下成猎形 这是作战里面 怎么样 一个 经常要考虑的 一个手法 哇 哇